俄乌战争引发直升机战术变革 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俄乌战争催生新型防御武器 为战车驻起天网 美陆军雷达引导美海军飙升6导弹 完成击杀 美跨军种作战能力再升级 精彩资讯即将开始 根据媒体报道 织女星计划被叫停 该计划原本由中山科学院负责 主要是为了研发一款新型发动机 以便装配在台湾下一代战机ADF上 原本按照台湾的计划 今年会开始研发ADF战机 届时将装备该发动机 然而军方内部传出 中山科学院以织女星计划 进行的新型发动机研究计划 无法达到原本预定目标 面临着技术障碍 当初军方为了ADF计划 对发动机的规划 采用了自主研发与对外采购 双轨进行的方案 如今织女星计划面临障碍 所以军方决定 将以对外采购作为主要解决方案 根据报道 军方可能会选择采购 技艺公司的F414发动机 这是美军超级大黄蜂 所采用了的发动机 相较于台湾ADF战机 所装备的F124发动机 F414推力更强 单台推力可以达到13000磅 作为台湾下一代战机 ADF战机将具备隐身设计 拥有内置弹舱 同时还装配备有缘相控阵碟雷达 军方表示 无论ADF战机是采购美制F414发动机 还是使用中山科学院的制女星计划 台湾都将具备自行设计 自主研发战斗机的计划 中山科学院表示 虽然制女星计划 无法满足ADF对于重型发动机的需求 但依旧拥有了12项成熟计划 并且还计划进入中型发动机的 战争初期 俄军曾试图利用大批直升机 夺取安东诺夫机场 却遭到失败 损失惨重 且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道 俄军已经损失了高达四成的K5-2武装直升机 今年开战至今 据乌克兰国防部前顾问库赞分析 由于俄军大量部署防空系统 乌克兰前线的直升机在2024年 主要执行前线火力支援任务 以抛射轰炸战术 用飞导引导导弹进行非瞄准打击 同时也肩负反制无人机的任务 避免深入地震 降低早击落的风险 可见通过俄乌战场的洗礼 武装直升机的角色 正从深入敌纵身的尖刀 转变为侧重前线作战的支援任务 这样才能保证生存率 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空讨论上 法国陆军轻行航空兵司令 梅耶少将更是以俄军的失败案例 提醒各国军事将领 传统的大规模直升机突袭 在现代防空系统面前无异于自杀 是时候改变直升机传统战术了 那该如何改变呢 直升机本身就具有速度快 突防能力强 使用范围广等特点 相对于固定一战机 对气象要求低 对机场依赖小 也占生存能力强 可担负攻击 快速机动 支援等多种任务 在陆军中 是非常重要的空中力量 但直升机特有的生力方式 也带来了不小的作战隐患 如直升机多在低空和超低空作战 高度一般在10到300米 时长通常在300公里以下 加上噪声较大 一般情况下 敌军在6到7公里外 便能通过目视光学设备 发现直升机 而且直升机的防护能力并不强 常规武器 如机枪 火炮 防空火箭炮等 都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 即便是增加底部装甲厚度的 武装直升机 只需23毫米以上的口径弹药 便能将其击穿 若是达到尾梁 尾桨 悬翼等防护薄弱的部位 那几乎逃不掉被摧毁的命运 也因此 直升机在进入敌区作战时 必须要地面活力 为其提供低空掩护 这给直升机作战 带来了不小的局限性 若是与无人机封群组合 特别是直升机 在无人机封群 可充分发挥两者长处 一方面可利用无人机扩大侦察范围 降低人员装备风险 另一方面可增强无人机封群 使用灵活性 获得1加1大约2的作战效果 如在渗透侦察 干扰 协同突防攻击任务中 直升机携带无人机封群 进行低空 超低空飞行至目标区域后 无人机封群开始投放 并自主编队 进行低空 超低空飞行 甚至有些无人机 还能静默飞行或滑翔 从而突破敌军的预警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过程中 无人机封群体积小 雷达反射面积小 敌军难以远距离探测 也可压缩敌军反应时间 如胶狼以250公里每小时速度攻击 宙斯顿系统雷达发现后 仅有15秒的拦截时间 而且无人机的任务载荷 以模快化 可根据需求的应活配置 功能可覆盖侦察 监视 探测 攻击 电磁干扰等多个方面 加上其成本 相较于传统战机费用极低 如一枚预刹导弹的120万美元 便可购买80架胶狼无人机 且不需要长时间服役的维修费用 因此 在无人机封群突破敌军防御后 便可引导直升机 远距离攻击敌军高价值目标 也直接可对敌防空系统 或空中目标发起饱和攻击 如2018年1月 俄罗斯驻叙利亚基地 遭受了不明无人机封群 从50公里外发起的袭击 当然 与无人机封群结合 只是未来发展的一条道路 空中巴士直升机公司执行长 伊文认为 直升机应该此刻远程武器使用 直接在更安全的市局外执行任务 大家觉得直升机与无人机结合好 还是发展远程武器好 俄乌战场为各国军事发展 提供宝贵的经验 除了不断调整战术的直升机外 俄乌战场也催生了新的防御武器 我们都知道 俄乌战场上 无人机已成为双方不可或缺的武器 已对双方战车 坦克等目标 构成了严重威胁 如何防御 成了世界各国军方重点研究的新赛道 目前除了枪炮 电战干扰外 激光炫目器成为防御无人机的新秀 据战区报道称 目前的商用均用无人机 大多依赖红外线摄像机等设施 进行导航 侦查和瞄准 而激光炫目器正式利用这点 精准地将激光光束 射向无人机光学感测器 使无人机制盲 这样高速飞行的无人机 将无法对目标实施打击 与高功率激光定向能武器不同 激光炫目器并未破坏 其仅仅采用低功率激光装置 使来袭无人机产生暂时 非破坏性和可逆的干扰效果 目前美军已在使用各种等级的类似系统 如手持式的LA-9P 舰载型的ODI-N等 均已具备反无人机能力 澳大利亚点光系统公司 也正为其现有遥控器系统 提供激光器炫目选项 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 总之 激光炫目气象 相较于其他反无人装备 具有快速部署 经济 作战效率高等特点 能有效干扰低节无人机光学感测器 使其迷衡 坠毁或无法发动攻击 据美国防务新闻7月19日的报道 在印太地区举行的 英勇盾牌24演习中 一枚美海军的标准6导弹 在美陆军综合作战指挥系统 和低层防空和导弹防御传感器的引导下 成功拦截目标 这次测试证明 美海军导弹可以在陆军的 整合式防空反导弹架构内运作 展现了美军跨军种作战的巨大潜力 也为关岛的导弹防御架构提供重要验证 现如今的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 美国陆军未来的MRC发射器 LTAMDS和ABCS 将与配备标准3标准6导弹的神盾武器系统一起 共同构成关岛多层次导弹防御网 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 提供坚实防御保障 当然打破传统军种之间的界限 也是美国多域战联合全域作战的一部分 2016年11月11日 多域战概念被正式写入 新颁布的美陆军新版作战条例 其要求美陆军能够将作战力量 从传统的陆地和空中 拓展到海洋 太空 网络空间 电磁频谱等其他作战域 并获得相应的作战域优势 联合全域作战概念 于2020年被写入美空军条例 旨在海陆空 太空和网络空间的 所有五个战争领域 开展新型的协同作战 其合新式建立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 该体系将实现无障碍的实时通信 使不同军种部队 能够协调一致的开展军事行动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款 140毫米口径的M1埃布拉姆斯坦克 这是M1坦克在开发过程中 衍生出的变体坦克M1CAT-TB 在上世纪70年代 苏联的T64T72坦克 已经配备125毫米火炮 而当时北约的主要坦克 包括美国M60 德国鲍伊士等 使用的还是105毫米火炮 两者之间的威力存在很大差距 为了能够和苏联相抗衡 美国和当时的希德决定 共同开发一款新型主力坦克 但因当时两国需求不同 在研制方向上出现重大分歧 最终分道扬镳 各自另起炉灶 彼此开发适合自己的坦克 美国方面就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 德国方面是豹2式坦克 而M1CAT-TB是M1艾布拉姆斯的实验版 该项目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 目的依然是对抗苏联坦克 据传当时的苏联坦克 已经安装上135毫米和152毫米火炮 所以该坦克致力于研究140毫米火炮 但是很快就迎来了问题 140毫米火炮的威力确实很大 可炮弹也极其沉重 必须要加装自动装弹机 于是整个炮台的重量更加庞大 对于底盘和动力的要求 也变得更高了 该原型机在后续 经过一系列严格测试和评估 以确认拥有极强的战场生存能力 但该计划最终还是被搁置了 之所以不继续生产 包括很多因素 但关键还是成本问题 开发和配备更大口径的火炮 会大幅增加坦克的整体造价 而且依据实战测试 目前120毫米火炮的打击能力已经够用 现如今弹药技术不断进步 已经能够实现在不增加弹药口径的情况下 也能增加火炮的打击威力 所以140毫米口径火炮 对于当前局势而言并不击破 这款M1CAT-TV 也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首俄乌战场影响 改变了战术和出现的新武器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2CAT-TV 7.2CAT-TV 3CAT-TV 3CAT-TV 4CAT-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